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祥 今天来到这边做过吗 感觉这套房子做的非常可以 房子是每个人的人生大社 我这里是两套房子 感觉它的中修风格有点不一样 给大家参考一下 每个人建房子建好的时候 都是有点这里不合适啊 那里很合理 今天这两套我觉得是做的 在农村来说是做的很好的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带大家看一下 参考一下随时一下 走 现在我们先从正面看一下 这里是占地的话呢 大概是260个平方这样 是分为两套房子的 一套就是宽度的话是10米 深度的话是13米这样 它现在面上已经装修好了 看到没有那里中间 我那个车那里有两个电表 就是两套房子啊 中间又搞一个大阳台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 它这里装的是这种电动电机的这种转闸门啊 这样开车直接开进去就可以 我们先来看第一套这里吧 第一套的话呢 它这里就是单空的 一般在路边的话 铺面都是搞空的 然后这里搞了一点墙 这个扶手也是从 从右手上去是正梯 在我们这里都是右手上去的 不是在那边是反梯 这个楼梯 因为太太长不好拖 所以它搞了一折这样上去 楼梯底下是卫生间 我们上去看一下二楼 首先进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大厅 一个大厅 大厅前面是一个阳台 阳台呢它是连通的 这阳台很大哦 阳台护栏是采用大理石 然后大厅这里进来呢 的话呢是三个房子 三个房间 一厅三房 然后还有一个卫生间 主人房的话是它家多一个卫生间 三楼 我们上来三楼这里看一下 三楼和二楼是一样的设计 主人房的话是有一个卫生间 三楼还没有装修 看完那套以后我们进来另外一套看一下 另外一套同样一楼是单空的就是它这个楼梯是有点不一样 看这边这套是楼梯是这样的 是很长的这边 然后这边的话呢它就是这样 这楼梯同样都是在右手边 我们这边楼梯一般是在右手边的 然后一楼底下呢它是有一个卫生间 楼梯底下是一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做小房子还是做厨房的 那边呢一楼是分两跑上去 这里是分一跑的 这跑是很长的 这跑上去的话差不多六米了 这里第一跑 然后上面就很正常了 感觉人家这里这个楼梯啊 就是布局都是很合理的 这里这个平台也是一米二宽 这边这套刚刚二楼那里有缘 我不好意思进去拍 我们上了三楼这里看一下三楼 二楼它是一样的设计的呀 楼梯进来是一个大厅嘛 那边是另外一套 阳台它是通用的这个阳台 阳台很宽的这个阳台 然后这个厅 后面这里是后面 后面这里同样有一个公用卫生间 有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房 这里二楼是一厅 一厅四房 两个卫生间啊 因为怕两兄弟吵架嘛 所以都是分开建的 一人一套就是一楼 还有阳台是通用的 而一楼也不是通用的 搞一个门口过去而已 这套房子呢 刚才问房东了解一下 大概加上装修 花费将近了一百万 大家觉得 在农村这样设计房子 可以吗 这样 希望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对于农村志愿房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